这边已经开了春了 只不过有一个朋友他联系我 说他之前开了一个酒厂 现在感觉不太生意好做了 就想把他车给卖掉 补养一点资金 这辆车什么呢 13年上牌的大众的帕塔特 一个金色的一个外观 真的这么一个车 给人感觉猫肉手不如黑色的那么值钱 那么我们也来看一看 距今已经是70年多 接近8年这么一个帕塔特 现在猫肉手还能值多少钱呢 或者说大家认为这么一个价格值还是不值呢 我们组织一起来看一看这么一个车吧 大家眼前的这辆车呢 就是那位车主呢 他今天准备要把它给卖掉大众的帕塔特了 其实这辆车呢 外观来看呢 还是非常板正的哈 看一个车车况呢 最主要就是七摩一摟 我对这车也进行紫禁现场 目前呢 80%以上还都是原车系 这点呢 也是挺难得的 毕竟也是一个7年多 经营8年这么一个车了 配置方面呢 是属于2013款 1.8体自动 新车指导价呢 是218千8号 我们也问你车主 说当年这车优惠了多少钱呢 结果车主说 说当时呢 只猛一个领头啊 而且还不好讲 他呢 还是半个分7号 才能优惠这么多 我说价格呢 是正好21号 这辆车全部落地呢 已经是一个达到的 经营24万这么一个 非常好的 大众的 行动比起轿车了 车主本人呢 是一个开酒厂的哈 当然呢 之前的生意 还是做得挺好的 13年的时候呢 也是酒水生意的 非常兴旺的时候 就把这辆车给买了下来 开了8年一个时间 跑呢 是跑过10万6千公里哈 买达满算一年呢 做的就是在 1万5千公里左右 跑的那也不多 在我们当地呢 开酒厂呢 也不少 而最近呢 也是经过了一些寒冬哈 使得酒水行业呢 不是以前那么的挣钱 他个人呢 对着车真的是感情 是非常的深的哈 没有任何的问题 开到现在 游泳方面呢 他说也就是在个 市区8000公里左右 超过10的 跑速呢 不是七八个 是完全可以的 1.87的发动机呢 动力也很好 最大马力呢 是190匹 车身尺寸呢 你是买大的 那么接下来呢 再看一看 这是他一个美式吧 历史方面呢 首先能看得出来哈 整个车呢 还是非常的干净 除了皮质呢 稍微有一些磨损 毕竟呢 也是一个七八年一个车了 罗斯接风处呢 我呢 也进行了仔细检查 没有任何的问题 第二排的空间呢 也是挺大的 并且它的轴距呢 已经是有2.8了 一个B级车 坐进去呢 完全可以盘一个二的 车主呢 对这辆车期望值呢 也是挺大的 大家感觉 他现在M2手 还能值一个多少钱呢 那最后呢 就是这辆车 它有一个价格了 那就以这么一个车为例 目前呢 是8年一个时间 他现在M2手呢 还能值得一个 八百多的一个位置上 还算是比较保值了 大家感觉 下期呢 看看什么事 也在批评区里面 那么下次见吧 SANF